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栏目记者菊超作为调查员进行采访 如果您遇到刹车森林的时候您怎么处理 危及大家的看法对于刹车失灵 有人认为找障碍物慢慢刮蹭来减速 有人认为赶紧拿手刹减速 还有人认为划低速挡减速 那发生刹车失灵的概率是多少呢 多可少 你想想啊 大马路上 车水马龙熙熙攘攘 或者是崎岖的盘山公路上 别说多 只要有一辆车出现了这样的事故 那后果得多严重 况且像这样的事儿 每天都才发生 在我国每年发生的几十万起交通事故中 这其中有三成是由于刹车失灵造成的 而且这些事故中 多很大的一部分 是造成人员死亡的重大交通事故 所以刹车失灵 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造成刹车失灵的原因有很多 比如 由于刹车系统保养不大 造成杂质过多 同时由于长时间踩刹车 造成刹车片过热而碳化 这些都有可能造成刹车失灵 太可怕了 这危险就是一瞬间的事儿 对啊 不过你想过没有 能不能有一种办法 在刹车失灵的情况下 能够让汽车瞬间停下来 要是这样的话 是不是就能把事故造成的损失降到最小 停下来 对啊 怎么停啊 这种时候刹车都没了 你除了眼看着车撞上去还有别的办法吗 你想如果是你的话 这刹车没了 这你该怎么办呢 别着急 别着急啊 趁着实验准备的时候 咱先了解一下什么叫刹车 刹车是汽车那一个重要部件 当汽车行驶遇到紧急情况时 我们需要踩刹车来进行减速 它是利用摩擦力式车停下来 在汽车的车轮里面有一种耐磨的刹车片 当我们踩中刹车的时候 刹车片会与汽车旋转的部位紧紧贴合 靠摩擦力这四个轮子停下来 刹车是保证行车安全最主要的部件 刹车一旦失灵了 就只有撞上了 对 撞 就是这个字 这就是办法 撞这算什么办法呀 这一撞又是一场悲剧啊 我知道他就得这么说 我说的撞是一种有技巧的碰撞 哎 我想起来 观众提过这个说法 就是迅速找路边的就是那个障碍物啊 比如说墙 就是刮成车铁 让车就是迅速就给停下来 就是说让车刮蹭一些障碍物 让它达到减速的效果 我当时就想说 我觉得这方法不管用 太危险了 管不管用的 咱说了不算 来看实验吧 为了解答刹车失灵该如何处理的问题 调查员找到了北京人民警察学院 专门从事特级驾驶研究的柳诗教授 请他用实验来进行解答 针对观众提出通过刮蹭来减速的方法 大家找到了一个水域墙 看看正在行驶的汽车 通过刮蹭能否是车停下来 为了防止意外的发生 柳诗海系上了特制的安全带 一切准备就绪后 他驾驶了一辆汽车 在不踩刹车的情况下 以每小时60千米的速度冲向最一墙 由于刮蹭 汽车产生了剧烈的晃动 此时柳诗不断的调整方向盘 使车辆在避免正面撞击的情况下 不断的通过刮蹭减速 就这样 汽车在水域墙上刮蹭20米后 最终停了下来 虽然这种方法可以使刹车适应的车辆停下来 但是柳诗教授也提醒我们 这种方法操作比较复杂 一旦操纵失控 很有可能会正面撞上障碍物 造成重大伤害 所以这种方法只适合经过训练的专门人员 不推荐一般驾驶员使用 你看你看多危险 专家都说了 这个方法不推荐使用 咱们是在帮观众想办法 你去用这个实验来告诉大家 这个方法不能用之不浪费时间吗 可能说是浪费时间呢 你像刹车失灵这种事 你我都没遇到过吧 对于记者带回来的各种办法 总得实验一下 找到一个最有效的部分 继续实验 拉手刹车减速是观众提供的利用方法 为了认证刹车失灵时 拉手刹是否能够使车停下来 在北京人民警察学院的实验场里 有时驾驶另外一辆汽车 行驶在一个封闭的道路上 很快汽车的速度达到了每小时六十千米 有时在不踩刹车的情况下 拉动了手刹 这时车软出现了混动 横在马路上 差点发生了侧环 真选 江苏严城的徐国栋观众 您要是碰到这个汽车忽然刹车失灵的情况 可千万不要拉手刹 因为这件事情 因为你的操之过急 我们差一点错过了一个非常有效的办法 所以说观众联络员这个角色不好当 可是我刚才一直都在认真看你的实验 我眼睛都没眨一下 你一定错过了什么东西 你看的并不仔细 是什么呢 待会儿告诉你 咱们先来看看 手刹是怎么工作的 这个就是一个手刹的模型 当我们拉动手刹的时候 钢丝线连接后面的制动器 靠制动器的摩擦力 让车子停了下来 车子这个时候停在坡上面 靠手刹的制动作用 防止车子顺坡溜下去 可是它不是有这个制动作用吗 为什么车还会侧滑呢 这个问题提着好 你想啊 本来这个车子 是正常行驶状况下 前轮负责转向 后轮会跟着前轮转向 这样整个车子就完成了转向 对啊 可是现在你通过手刹把后轮锁死了 也就是说后轮没有办法跟着前轮一起转向 但是车子本身却并没有停下来 由于惯性的作用 它在接着往前冲 接着就发生了侧滑 于是你看到了刚才 也就是说这是由于惯性产生的 对啊 这个道理很多人都懂 我们也有这样的生活常识 比方说坐公交车吧 你坐在后排 如果速度非常快 司机稍微一转弯 你当然就会向相反的方向移动 这是同一个方法 可是这不还是说明 在刹车失灵的时候 拉手刹是一种错误的决定 你刚才在观察实验的时候 一定疏忽了一个重要的环节 没关系 我们再来看一看 我还是没看明白 不就是一拉手刹 车就发生了严重的侧滑吗 我能再看一遍吗 我算是看出来 你是一点开车的经验都没有 再给它看十遍也看不出来 那拉手刹也有撬门 你别说 还真有撬门 就是拉手刹的同时 紧握方向盘 防止车辆测拼 继续看实验 这一次柳石能否利用手刹是车辆平稳的停下来呢 我们拭目以待 在急加速下 汽车的速度已经达到每一小时六十歼米 此时柳石牢牢地控制着方向盘 在步骸刹车的警方下 然后拉动手刹 汽车缓缓地停在马路上 此时我们可以明显看到汽车后轮被死死地卡住 而前轮还在继续滑行 这样汽车在滑行了160米后停在马路上 并没有发生测滑 原来上一次柳石刻意在拉手刹的时候转动了方向盘 这样来演示汽车在这种操作下会造成测滑 这一次正是由于他牢牢地抓住方向盘后 才拉动手刹 车稳稳地停在马路上 所以在刹车失灵的情况下 拉动手刹减速的关键 是必须牢牢地控制住方向盘 不能乱打方向 你看人家柳石教授 遇到情况一点都不慌张 可是问题又来了 人家柳石教授是经过严格训练的 那普通的驾驶者他能够做到这样吗 这还真做不到 不过如果一旦遇到了刹车适应的情况 保持冷静 沉着的心态就变得非常重要 因为只有在这种心态下 另外一种方法 我想起来了 观众说过 把汽车的档位从高速档调到低速档 应该是挂低速档吧 挂基础档吧 可是这高速档低速档不是开车的时候用的吗 从高档调到低档的确可以起到减速的作用 柳教授接着在做实验 为了检验刹车失灵后 挂低速档是否能够减缓车速 柳石驾驶第三辆汽车行驶在实验场上 经过一系列的加速 汽车已经在高档位四档上行驶 这时汽车的车速 已经达到每一小时六十间米时 六十分踩一脚油门 把动力转速更坚提高 它直接把档位从四档挂入一档 这样汽车在发动机的牵组作用下 逐渐降低车速 在滑行了一百米后 缓慢地停了下来 这个实验倒是说明了问题 可是作为观众联络员 我认为你的实验有一个巨大的漏洞 漏洞 那你怀疑柳石教授的操作有问题 不 我不怀疑柳石教授的操作 但是我认为你选择的车辆有问题 那辆车的确是一辆普通的汽车 主要部件完全没有经过任何改装 可你那是手动挡的车 挡位明确 那自动挡呢 自动挡的车呢 自动挡 这个问题我早就想好了 接下来的实验 马上为你解决 对于自动挡的车遇到刹车失灵时 还有什么好办法呢 此时我们发现 很多自动挡的车除了行车挡地挡外 还有排路挡 这些也是低速挡 在行驶时挂这些挡位能够减速吗 在北京人民警察学院的实验场地上 柳石驾驶着一辆自动挡的轿车 很快车速已经达到每小时60千米 此时柳石把挡位从D挡到了L挡 在发动机的阻力作用下 汽车滑行了120米后停了下来 看来 刹车失灵后 挂低速挡是可以减速的 您看到了吧 挂低速挡的确管用 手动挡 自动挡 我有点乱了 你看我们面对的可是一个普通的驾驶员 那在碰到这种问题的时候 又是手刹 又是挂低速挡的 这好乱了 怎么办呢 这个 别焦虑啊 听听专家的 交速者严征是徐国栋朋友提出的 刹车失灵故障的处置 一个就是我们要利用手指动 来弥补脚刹车失灵的这种方式 来解决这种故障的发生 第二个就是我们要用强制降打的方式 我们比如说现在我们使用的是五挡的行车 突然发生刹车失灵了 那么这时候我们把五挡强制降到一挡 达到这个降速动力 利用发动力的迁度左右 江苏严城的徐国栋观众 看了我们的节目 您对我们的方案还满意吗 还得给徐先生提个心 建议您每天开车之前啊 先踩踩刹车 看它是不是有效 这叫有备无患 不过这只是一个最简单的检查方法 最安全的方法呢 是定期对刹车系统做全面检查 这样才最保险最安全 如果您还有其他的问题 欢迎您来信 由我这个联络员来替您转达 对于您提的问题 由我们来为您解决 因为生活中的很多事啊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起车爆胎 你该如何处理 是赶紧踩刹车 还是马上调整方向盘 错误的处理方式 究竟会造成怎样的后果 科学有趣的验证 为您揭示其中的秘密 起车爆胎怎么办 原来如此 敬请收看 付队 付队 需要资金 monthly